昨天在哪上月 早晨又吃了些什麼呢 昨天都在家上月 昨天月光很不錯 間不中才看到 昨天早晨吃了很多豐富的食物 我專攻一些特別養顏對皮膚好的食物 難怪你今天用光換髮 連早晨都要想起皮膚這方面 當然啦 因為秋天 很容易令皮膚又乾又癢 所以要好好護理 這個時候還有特別多濕疹風難的問題出現 今天我們請來皮膚科專科醫生 就是陳厚毅醫生跟大家說說有關的問題 歡迎你陳醫生 嘉嘉 採用你們好 你好 陳醫生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這個時候這個季節 特別容易會有皮膚的毛病 因為其實很簡單 秋天來的時候 濕度比較偏低 溫度比較偏低 其實皮膚的水分容易揮發了 皮膚就很容易有乾燥的問題出現 有時候如果處理得不好的時候 有機會就演變成大家經常聽到的濕疹問題 是 是不是因為天氣的問題 所以比較容易有濕疹在這段時間 是的 其實天氣的問題 一定會容易令到濕疹問題出現 譬如濕度的變化 溫度的變化 春天和秋天的時候 濕疹的病是最慘的了 另外一方面 除了這方面之外 食物 譬如你想想你們說吃月餅 有時候蛋黃有機會 譬如一些海鮮 花生都容易有敏感 另外一方面 譬如有時候 你們會聽過一些人工的添加一夜 譬如一些味精 香料 色素 都有機會令到濕疹差了 譬如另一方面 穿衣服 衣服 譬如冬那開始 有時候穿一些羊毛衣 或者用纖維的衣服都會容易敏感 所以這些都有多加留意 另外家裏有時候有些沉悶 貓狗毛那些都會有機會 容易令到濕疹差了 即是如果這些致敏原 再加上秋天的天氣 就問題特別嚴重 對 更加容易差一點 而且容易翻發一點 講起濕疹 我也覺得問題 因為其實我小朋友 他都有濕疹的問題 但不是很嚴重 但轉天氣 他經常這些摺位 頸位 就會自己滑痫 自己會對 很慘 所以我相信很多家長都想知道 如果一有濕疹的時候 第一個步驟應該是怎樣處理它 其實有濕疹的時候不用擔心 因為在秋天的時候都很常見 皮膚 即個人的皮膚護理很重要 譬如洗澡那裡要很留意 洗澡的時候 要記住濕疹是敏感的 不用用很強的簡液 不用用消毒簡液 也不用用簡性偏高的簡液 因為這樣沖發 有機會令到皮膚的保護膜受損 而那方面 洗澡那裡盡量給小朋友 或者大人都是 洗澡不要沖那麼熱 水溫不要那麼熱 不要沖那麼久 因為同樣地 有機會熱水 令到皮膚皮脂線受損 從而鎖水功能差了 皮膚固絕得很緊 那沖完涼之後 第一樣 一定要塗適當的潤膚膏 很多人都有時候忘記了 你立刻塗的時候 保濕就會好很多 實際上如果我們出現這些問題的時候 那有沒有什麼時候 帶他去看醫生呢 才需要塗到藥膏呢 有沒有什麼情況下 會需要呢 是啦 乾燥痕癢很多人都會有的 那如果你塗適當的潤膚膏 做一些個人皮膚匯理 洗澡不要沖那麼熱 其實很快就沒事了 但是發覺不是 那個癢藥呢 持續 越來越癢的 甚至呢 拗到發炎的話呢 就可能要去看醫生了 因為有時候的癢藥呢 就像家家說 上學可能有影響 或者有時候太辛苦的話 都可能要帶他去看醫生 穩陣一些 嗯 但是如果帶他去看醫生 通常醫生就是給藥膏去查的 那是不是只是查藥膏 還是都有藥食這樣 其實呢 藥膏呢有很多種的 有些呢 大家都經常聽過 一些類固醇的藥膏 那我們分很多種不同的類型的 有些叫做低低能 一些低的 有些中度的 有些高度的 那其實很視乎 那個皮膚的膚質 和他的年紀 那通常呢 小朋友那些 通常我們給一些很低份量的 那如果有些 譬如皮膚比較厚的地方 譬如手掌啊 腳板那些 我們可能呢 會比較容易重一點 那另外呢 現在有些藥物呢 是沒有類固醇呢 都達到消炎止痕的功效的 那發覺他真是很癢很癢的時候呢 怎算呢 可以吃一些 草莉果然很適合 吃一些口服的藥物 譬如一些抗組織安藥 那現在抗組織安藥已經好很多了 那時候吃完之後很硬份的嘛 現在那些呢 其實基本上都不會硬份的了 其實我想問一下 其實他的 濕疹嚴重的時候 會是去到怎樣的呢 就是最厲害的時候 會不會有 會引發一些什麼病 那濕疹嚴重的時候 都可以很厲害的 可能會拗到 損光了 那繼而皮膚會發炎的 所以嚴重一點呢 這個就很少見的了 就是那些細菌會入血 繼而有一個生命的危險 不過這件事就比較行見了 但是呢 好像剛才你說 醫的時候會用類固醇 那很多家長呢 聽到類固醇這三個字 就會有一些害怕的 覺得有毒啊 或者怕有一個叫做副作用 其實是否真的有 有少少副作用在這裏呢 其實很多家長都好像來 一聽到類固醇就很害怕 是呀 不敢用太多 會就著就著用 但是又可能就著用 就達不到那個效果 是呀 其實就這樣不對的 因為其實類固醇 用得對的時候呢 其實是絕對很安全的 不過呢 有時候呢 如果你真的用得太多的時候 真的有它的副作用 如果用得太多的時候 什麼叫做用太多呢 譬如醫生叫你 可能一一次兩次呢 你用了十幾二十次 很多人打算快些康復 那有幾個人呢 皮膚會萎縮 或者有些微絲血管真身 那只要有時候 有些人聽到 哇 用類固醇 可能令到什麼糖尿 血壓膏或者骨膚呢 那些通常呢 是一些口腹的類固醇 或者一些注射的類固醇 才有的 那所以如果你用 擦的類固醇呢 你相信醫生可以了 是 擦少少就不會影響baby 也不會影響小朋友 或者影響你皮膚的健康 明白 一定是要適當這樣去 聽醫生的指示 通常開得 類固醇這種藥呢 一定是醫生開的 就不要在街上 就不要去買一些 含有類固醇的藥膏 和醫生都會很小心 提醒他 是 一定是 或者是一個療程去用 但就不可以過量去用 尤其是吃落肚那些 有關類固醇的 就更加 故障更加大 濕疹呢 主要在這個天氣 或者剛才你說 食物那方面 影響到 它會有這個 引發這個濕疹 風難呢 有些人說 在這一段時間 不知道是不是開始 涼了一些 會有風 風起的 對 即是直接風吹到皮膚裡 很容易起風難 其實是否有關聯 這個不是有關聯 很多人聽到風難 秋天的時候大風吹 就有風難 其實名字改得不好 其實真名叫沉麻疹 對 跟吹風沒有關係 不過也有機會 跟食物有關係 比如剛才說 某些食物可能會有風難 一些添加的物質 比如人造香料色素 也會有風難 風難跟濕疹很大分別 濕疹通常皮膚會有些乾 有些紅疹 而風難來說 通常是一塊 一塊 我試過 來得很急 還有很癢 很癢的 比濕疹更癢 它走得很快 通常24小時內就消失了 不過風難 有一樣要留意 如果真的很嚴重 有機會影響氣管 是 有機會見到一些人 馬上潤腸 偷不上氣 那些就要趕快去急症室 要找醫生 如果普遍來說 你避一避開治敏原 其實風難已經治好了 其實那個風難 是等於敏感的情況出現 但通常有時候 癢到我是忍受不到的 我通常一定是打針 是打一些敏感 是否防敏感的針 因為它已經生了一塊塊出來 刷藥膏都沒有用 一定是受口服藥 或者打針才可以 是 不過打針也是很硬的 通常就是 接著就睡覺 接著第二天 很快就康復 不過是否很容易 又會再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尤其是說 什麼免疫力低的人 是很容易的 是啊 那些人始終因為 他免疫力有點失調 所以都要多加留意 有時候有需要 找一找一個致敏原 其實避開了一個致敏原的話 風難犯法的機會 就會小一點 其實秋天這個時候 剛才除了說 濕疹、風難這些 皮膚問題 還有什麼其他的常見皮膚問題 最常見皮膚問題 其實剛才大家有說 除了濕疹之外 就是皮膚的乾燥 因為其實男士、女士、小朋友 或者老人家 在秋天、冬天的時候 都會容易皮膚乾燥 其實它不算是一個病 只不過在皮膚有些變化 要多加留意 另外一方面 你們可能都聽過 一些叫做銀舌病 或者叫牛皮癡 因為天氣比較乾燥的時候 通常牛皮癡的病人 情況都會變差 尤其是如果你在秋天這段時間 都不算是很冷 都還沒處理得好那個皮膚 到天氣真的比較乾燥 冷的時候 可能那個情況就更加之差 我有聽過有些老人家 冬天就叫他 直接不用天天洗澡 就算是洗澡 最好不要用一些 有簡性重的清潔劑去洗澡 這樣就不對 其實都應該用一些解液 不過就不要用一些太過簡性高 或者洗澡沒有那麼久 那就會好一點 因為通常老人家 他們本身的皮膚都比較乾 是啊 有沒有一些香料都不好 就是有些香料的鹹液 都不要盡量避免 是啊 最後都不好 因為那些都容易刺激皮膚 用一個最基本 不要誤誤 不要說有些香料 最簡單的潤膚膏就最好了 嗯 是 潤膚膏那裡 就選擇一些沒有香料 水分重一點 還有滋潤度高一點的潤膚膏 去塗 去保護自己的皮膚 今天謝謝你 謝謝你 稍後回來 我們有中醫的跟大家說一下 想知道中醫有什麼方法醫濕疹 中醫對付皮膚問題 又是否想像中這麼慢呢 平時吃些什麼 會有助保持皮膚健康 想知道就不要走開 我們有註冊中醫師跟大家講解 鮮甜的蟹肉 清新的鍋筍 加上嫩滑的蛋白 這麼賞心悅目的配搭 不用說一定很好吃 但要怎樣做才好吃 留意明天上門教煮菜 一起跟三姐學知 歡迎回來都市閒情 這一節我們很恭喜 請來註冊中醫師楊明霞 跟我們講一下 秋天對皮膚的問題 你好 你好 佳佳佳 其實我想問一下 中醫怎樣看 在這個時候 天氣對我們皮膚的影響 其實我們現在正直秋天 這段時間 八月中下巡 到九月中上巡 從柱鼠到白老 我們有講一句話 叫做一場秋雨一場寒 即是不會下一場雨的話 天氣會涼了 氣候的轉變 再加上天氣乾燥 所以這方面 會影響到皮膚一些問題 嗯嗯 但有沒有說 對於哪一個狀苦 會影響比較深呢 我們講秋天 肺氣當令 所以這段時間 我們通常要護理肺部的健康 嗯 那中醫又怎樣看濕疹這件事呢 嗯 在中醫的角度來講 皮膚的外在的表現 其實是內部的一個反應 來的 意思就是說 我們如果體質虛弱的話 就會容易有皮膚病 《皇帝內經》裏面有講 邪之所臭 其氣必虛 我們平時 碰一些 就是致敏原 或者是日曬光 或者吃了一些敏感的東西 為什麼會突然之間 會有皮膚敏感呢 其實是因為身體虛弱所引致的 所以不是說以後 不可以吃那樣東西 只不過那段時間 體質比較差一些 嗯 但是有沒有講 例如是哪一類型的體質 就會影響 因為好像皮膚病 每個人對於致敏原 如果是有影響的 就會有皮膚不舒服 但有沒有什麼體質的人 都會容易一些 特別會有濕疹的呢 嗯 我們中醫的角度來講 廢主皮毛 廢氣藥的人 就是說 我們會比較容易 會有感冒的人 就是皮膚 比較容易會有敏感的情況 嗯 因為廢氣藥的人 通常皮膚比較乾一些 皮膚的免疫力會差一些 嗯 再來就是 如果皮胃功能虛弱的人 都會比較容易有濕疹的 就是說我們如果本身 容易肚骨 容易腹射 平時胃氣多的人 都會比較容易有皮膚問題 嗯 有些人遇到濕疹 都會看西醫 因為感覺上 好像覺得 止痕 會快脆 或者退紅 會比較快脆 而中醫 就好像感覺上會慢些 其實中醫是怎樣去處理的呢 其實中醫的角度來講 我們主要都是透過辨證論子 對症下藥 而改善個人的體質 其實中醫都可以很快的 只要對症下藥 那就好很多了 那另一方面 中醫不單止止痕 而且它會是固本培圓 會自本為主 改善個人的體質 很多時候坊間都以為 濕疹是不可以斷尾 但其實如果透過改善了的體質 配合正常的起居飲食的話 濕疹其實都可以斷尾 嗯 就得時 剛才在採浴環 人們會先去看西醫 西醫又會開一些 有些類固醇的藥膏 其實中醫有沒有一些藥膏 可以讓我們塗一下 去對付濕疹的呢 其實在中醫的角度來講 我們主張天然 如果止痕方面 我們有很多方法 例如中藥的外洗 我們會用到清熱解毒 清熱涼絕等等這些中藥 例如金銀花 年轎 紫草 等等這些中藥來外洗 另一方面 我們會有一些油脂類的東西 純油脂類的東西 保護皮膚的角質層 讓它不會因為乾而敏感 因為我們平時塗的潤膚膏 很多時候比較多化學物品 所以越天然的東西 反而皮膚越適應 再來如果皮膚 衡量得很厲害的話 我們會有針灸的治療 因為針灸其實可以物理性的消炎 同時可以令到皮膚的免疫力提高了 還有如果有濕疹 食物的來源很重要 那是不是很多時候都要戒口呢 其實都要有一定程度的戒口 因為在治療期間 就不想幫它清掉的東西 它又再放回去 所以盡量 甜的東西 冷的東西 有殼的海鮮 牛羊肉 菇類的東西 盡量少吃 因為甜的東西 容易令到皮膚細胞 處於慢性發炎的狀況 逢然皮膚病的話 盡量少吃甜的東西 另外一些刺激性的飲品 例如咖啡 奶茶 朱古力 紅酒等等這些飲品 盡量要停一停 因為這類型的東西 都會容易翻發濕疹 再來 有些人不太留意 就是西餐 我們西餐煮的獻汁 通常會用到很多九層塔 迷迭香等等這些香料 這些香料屬於大熱的 都會容易令到我們翻發濕疹 那有沒有哪些食物有適宜 吃多些呢 吃多些天然的食物 就不要吃食品 因為譬如罐頭類的東西 或者是肉丸那些 都是比較精製的 那我們盡量吃些天然的蔬果 蔬菜 豆類等等 這些都可以令到 我們的濕疹可以緩解 盡量蔬菜和肉的比例 是7比3是最好的 那有沒有一些烹調的方法 最好是怎樣煮 會比較好些 其實最好的就是 蒸、煮、燉等等 這個方法會比較好一些 蒸、煮、燉、燉 蒸、煮、燉 其實呢 吃完吃東西 再說完 如果生活上 我們有什麼可以注意到 對付濕疹的比較好些 生活上面 特別要記得一件事 不要洗澡太久 因為呢 月洗澡太久的話 那個人可能覺得很舒服 但是呢 月洗得太久 你灑得水多 你的皮膚越乾的 你灑完水之後 就很乾的了 會更癢 癢得很濕重 所以呢 其實盡量縮短 洗澡的時間 兩至三分鐘內 如果真是髒的地方 先用少少那些 很溫和的鹼液 就千萬不要 全身都用鹼液 因為呢 一般坊間上面的 蕃鹼或者鹼液 都是偏鹼性一些的 會令皮膚更加乾燥 會更加癢一些的 嗯 再來呢 就是一定不可以曬太陽 所有皮膚病 一曬太陽 都會加重的 是 還有要有足夠的睡眠和休息 如果不夠睡覺的話 個人累壓力大的話 那陣子濕疹都會加重的 嗯 是 偶爾喝點湯水 就可以 自飆油自本 那有什麼湯水 介紹呢 今天介紹的湯水 就是桌面上面 有甘筍 雪耳 鮮白盒 和朱展 雪耳 它本身有滋陰潤的作用 鮮白盒 本身又有益胃氣 同時又可以改善肺 肺音氣方面的作用 那另外呢 甘筍有健脾抑胃的作用 加入朱展 其實可以令到那些有效的成分 可以釋出的 那在這個秋天天氣 那麼乾燥呢 特別有幫助的 那再來呢 就是牛磅 鮮牛磅 粟米 肉粥 南北橫 和麥冬 那鮮牛磅呢 它本身呢 就是有清熱解毒 通便的作用 在過了中秋節 我們吃太多肥離煎炸熱器 那些東西呢 通一通便都會是好的 那 粟米呢 它本身呢 有健脾抑胃的作用 肉粥和麥冬 它本身有潤燥的作用 而南北橫 亦都可以加強牛磅通便的作用 如果不想煲湯那麼麻煩的話 大家可以焗茶了 那桌面上面呢 有梨干 雪梨干 還有淮山 還有麥冬 那方法很簡單 將所有的藥材呢 先洗乾淨 然後用滾水 焗大概20分鐘便可以了 那櫻干呢 它本身有滋蔭潤燥的作用 淮山呢 它可以健脾抑胃的 而加上麥冬呢 它可以滋蔭潤燥的 嗯 我看到這三味的 湯水 或者焗茶 其實都好像很溫和 其實小朋友 我的小朋友 兩歲 這樣 都可以飲用的 這三種 都可以的 其實很溫和的 一家人飲用 其實那個份量 大概三至四個人飲用都可以的 嗯 好 那其實呢 秋天 剛才說過 除了濕疹之外 其實有沒有其他皮膚的問題 我們都分略了 會的 其實呢 秋天 剛才說過 我們冷了 又乾了 這段時間 皮膚開始角質層 會容易脫舌 所以會比較容易 多粉刺 暗瘡 皮膚敏感 等等這些現象出現 所以呢 其實日常體質的護理都很重要 嗯 是 皮膚上的護理清潔 還有 飲花一些滋潤的湯水 都有了這個 避免有濕疹的情況 還有這段期間 偶爾都會雪梨 雪耳等 藍痕不痕 是不是都有滋潤的作用呢 會的 其實雪梨它本身有滋陰潤的作用 藍不痕 其實有可以降肺氣 潤肺的作用 那 記得一件事 就是雪梨要把皮 皮和肉都要放進去 去到心 因為有效成份 剛剛是在皮和肉之間 嗯 好 今天麻煩楊主義師的講解 希望大家也有一個 皮膚漂亮的秋天 好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由都市行程 一會見